中都文旅局荣誉局长程和花同志 秘书程和叶 助理蒙兰 向导蒙大一行 乘坐高铁抵达天津进行考察访问 抵达当日花菊为座修整带队支付金湾广场 第一时间感受天津海河夜景文化 并乘坐游船沉浸式体验海河风光 花菊对海河两岸风光 游船服务大家赞赏 花菊说 海河游船已逐渐成为天津旅游的代表性 经典和展示天津城市风貌的标志性窗口 更成为游客来京的网红打卡地 酒和下烧天津为三道福桥两道关 能在海河游船过程中很好地感受到 此次来京考察学习对我受益良多 随后花菊一行前往天津相声巨社观看演出 品尝美食 次日花菊会见天津动物园马来熊波比女士 成和叶 萌兰 萌大出席 天洞方面喜乐烈席 双方对熊类发展 文化旅游 艺术创作等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在轻松的氛围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并达成初步共识 会后二雄合影留念 明天津